好 今天照內關心 陸佩徐春英呢 傳說要納入民眾黨的部分區名單 引發國籍爭議 之前徐春英也是暢殺 陸委會應該來告訴他 怎麼樣放棄中國的國籍 今天陸委會主委邱台三 來到立院有最新回應 帶你來聽 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有法律學者 提出來 那我看也有媒體報導 我想按照中共的國籍法的相關規定 都規定的很明確 不管是第十條或第十四條十五條 都有 我想這樣啦 選舉 選舉人的這個招數 我們政府部分是不會去回應的 好 邱太三回應說 相關的辦法 其實法律學者都有提出來 像是中共的國籍法 第十 第十四十五條 都有相關的規定 徐春英可以再去看看 另外也被問到說 那這樣是不是違反兩國論 邱太三是回應說 這沒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國的憲法是規範政府組織 其他的政府組織並不在我國的規範範圍內 我以為你會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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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以為你會做的